一个日本男子成天用酒精买醉 妻子被人欺负羞怒却也无动于衷 丧失做人的资格究竟会是怎样的一副场景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便是这部2009年的黑暗动画 《冷间诗歌》 男主的一生充满了耻怒 对男主来说 所谓人的生活实在难以琢磨 1929年的夏天 男主大庭列葬正在参加反社会运动的秘密集会 反社会运动的顶头人库木正在慷慨激扬的演讲着 他说现在失业人群已达失望 导致现在卖身的人越来越多 听到这儿台下的人并未受到煽动 这时大庭列葬立马站起来 残兮兮地说 自己出众的妹妹也被迫卖身了 瞬间现场有了革命的气氛 大家都纷纷去签字 表明要参加运动 然后库木又趁着这股劲 那大家捐钱 美名其约是买武器 其实整个过程是列葬和库木演习用来骗钱恶意 可其实列葬家里特别有钱 他是一员的儿子 但是因为他参加反社会运动 他的父亲打算断掉他的生活费 在机会要结束时警察冲了进来 要把所有人抓起来 夜葬和库木则从床户逃失夭夭 恶人在人群中分别后 有两名警察分别跟踪了恶人 夜葬走进了小巷子 他看着前方有个人的背影很像他的父亲 他便回想起当初他的父亲就想发不通吃一般 让他去东京的高等学校 自豪没有询问想到画家的夜葬的想法 而夜葬也很快就发现有人跟踪 于是一路逃进了酒馆 这时酒女真有美正好被客人缠着 他看见夜葬 便谎称夜葬是他乡下的弟弟去照顾夜葬了 夜葬刚坐下来 那位警察就追来了 聪明的真有美便把夜葬缠到自己的裙子里 再让他逃过一劫 真有美下班后和夜葬一同走在桥上 却又碰上了那个警察 真有美勇敢地抓住警察让夜葬逃走 逃跑时的夜葬回想起了小时候被照顾他的女人们猥亵 现在又被女人们救了 所以女人对他来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生物 可也因为这个经历 导致了夜葬的性格开始扭曲 家长父亲的各种安排 最终变成了只会迎合他人 所以库木才会理次从夜葬手上拿到钱财 最后夜葬逃了一圈 还是跑回了桥上 他看到真有美伤痕累累地探在那 于是夜葬便吻了他 而人缠绵度过了一夜 他们并未过多地互相了解 但就是觉得这样的相处 很安心 真有美感叹 这事到让人喘不过气 活不下去了 夜葬会想起 小时候父亲让孩子们选想要的东西 夜葬选了书 得到父亲生气了 因为父亲是希望他选狮子装 夜葬想到父亲生气了 夜里也惊恐不已 于是他只好谎称 自己想要狮子装 每一次的妥协 让夜葬的父亲感叹 真是耻怒啊 而得罪了警察的真有美 没法去工作了 她的丈夫因为诈骗如玉 也马上就要被枪毙了 而人都觉得活着好累 这时 他们暗淡无关的眼神里 有了共同的想法 以及去死 当天 真有美买了一盒暗面药 他们在海边吃了一堆 真有美希望下辈子能活个人样 然后夜葬将他推下海了 夜葬瞬间害怕了 眼前的海就像个雪波 他最后惶恐不已的 也跳入了海中 可糟糕的是 第二天夜葬就被人给救了 而真有美就这样彻底离开了领事 她的死也成了夜葬心中 无法抹去的阴影 在医院时 夜葬又不经意回忆起 自己的小时候 从小他就对他人充满了恐惧 派拳家福时 他捏紧了拳头 才能当自己笑得灿烂 一次体育一刻 他故意摔倒 当同学们取笑他 这是他对人类最后的联系 之后夜葬依靠到小他人 勉强保住了与同学的一丝联系 表面上他强颜欢笑 内心却是煎熬无比 然而有一天 夜葬发现了自己的小丑行为 被同班的同学发现了 夜葬担心着秘密被他说出去 再次下雨天 他便有意接近同学 带着没伞的他回到了自己家 夜葬温柔地帮同学讨耳朵 同学便夸来以后 一定很受女人欢迎 大家都说夜葬很可爱 且帅气有趣 但是同学只称呼夜葬 他看着镜子却发现 镜子界的自己 真的是妖怪耶 夜葬承认了自己是妖怪的真相 他第一次被看穿 他自嘲地打笑 回忆结束后 夜葬在冰床上惊醒 因为殉情未遂 上了报纸头条 他父亲觉得很丢脸 赶紧拍到手下屏幕鱼 监视他 以防止他再次自杀 和库莫子来看望夜葬 他偷带记者 进来采访夜葬 赚了一笔不小的钱财 之后夜葬被屏幕鱼 安排到一间狭窄的房间里 房间空荡荡的 他不允许夜葬出门 让夜葬无聊就看看杂志 夜葬站在唯一的床户边 他很想再一次自杀 可是 他又觉得重复同样的事 未免太傻了 夜葬同噩梦醒来时 已经是黑夜了 他打开灯 看到门边放了食物 这时 他又看到门缝了 好像有个人在偷看 夜葬瞬间害怕了 他恍惚看见墙上 有无数的眼睛在看着自己 然后门被推开了 一只怪物冲了进来 夜葬被自己幻想折磨着 他又回想起了小时候的事 同学把梵高的自画像 比喻成妖怪的自画像 他说梵高是妖怪 夜葬听了觉得有趣 于是夜葬宣布 他也要画妖怪 而他画的妖怪 就在镜子中出现了那个妖怪 他幻想着画的那个妖怪 从画底出来扯了他 想到这件事 夜葬又清醒了 他确定画真正的字迹 夜葬开始画画 一张张黑漆漆的画出现了 夜葬幻想出 自己在他面前 凹造型 他边画边卷信 男儿真优美死前的模样 一直浮现在她的脑海 愧疚和恐惧 让她心乱鲁麻 夜葬觉得是自己杀了真优美 他看着沾满鲜血的双手说道 妖怪 不能活在人类的世界里 夜葬最后从窗户爬走了 他想要活得像个人一样 夜葬失魂落魄地去找朋友库木 其实夜葬不傻 早就知道库木的为人 但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似乎也真的只有库木 而库木正在交代出版社的制金子 因为库木是个漫画家 库木不仅无视夜葬 还不断地跟制金子 冷嘲乐逢夜葬 于是夜葬又离开了 他刚然挤了一点点希望 被库木给熄灭了 不过没想到制金子 才后来找到了夜葬 邀请他在自己家里住 制金子的丈夫去世了 他多次抚养着孩子小茂 夜葬在制金子家一待 就是两年 这期间他的小茂相处得很好 夜葬被制金子抚养 成为了小茂的爸爸 虽然偶尔还会想起真优美的死 但是他好像有了畏速的感觉 但夜葬就在问 自己现在是不是活得像个人一样了 他父亲的声音又一闹在耳 夜葬的父亲批评他一文不明 没有人喜欢他真正的姿态 对于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夜葬 父亲指护他 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 于是夜葬决定自己赚钱 他决定不再画真正的自己 而是开始画漫画 赚了一点点钱 库木一知道夜葬赚钱了 就立马找他敲诈 不然就把他的住址 透露给记者 记者还在打听他的下落 关于真优美的死 在外遇论特别大 很多人都认为是夜葬杀了他 而夜葬早已砍头库木 没有拒绝 没有犹豫 便把钱给他了事 不过拧酒时 库木去调侃夜葬 别再乱玩女人了 世间 怕是不会原谅他 夜葬开始思考 世间这个词的含义 无论我是生是死 都与这些人无关 这就是世间 后来出版社 想让夜葬画出三年前 他真有美训情的真相 本来有些淡忘的过去又被提起 夜葬有些悲伤的去了酒吧 和老板娘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去烟铺买了烟 他回到家 帽子天真的问他 是否杀了女人 邻居们都这样说呀 这时夜葬发现那个妖怪 又出现了 他被吓走了 独自去酒吧买醉 当他再次回家 库木拿了一笔钱给他 说是他父亲病到 他大哥让他回家探望一下 可是夜葬自暴自弃 没念回家 于是拿那笔钱 请库木去喝酒了 夜葬成了酒柜 没人买醉 帽子问夜葬是不是很喜欢喝酒 可至金子却回答说 是因为夜葬太善良了才这样 即便夜葬拿了 至金子的东西去换钱喝酒 即便夜葬如今对帽子 也没那么伤心呢 但至金子能居认为 夜葬是一个好人 之后夜葬就再也没有 回过至金子家中 他认为他的出现 破坏了人家 原先的美好 而在之后 一个下雪天的夜晚 夜葬醉醺醺醺地跌在路上 他片刻的清醒 让他痛苦不已 他自然太过软弱 错在不该胆生于世 这时烟铺的女人梅子 碰见了他 夜葬问他 要不要听听我的故事 四年前的我 让一个女人死了 我是没有生存价值的人 梅子不信 于是夜葬详细说了自己 将真优美推下海里的事 梅子不信夜葬是个坏人 他的一句世间 不是是人的集合吗 当夜葬瞬间 克服了对世间的恐惧 这天夜葬被酒馆老板娘收留 夜葬问 为什么女人都对我这么温柔呢 老板娘回答 因为世间 对女人太残酷了 想起梅子的纯真 夜葬突然想要亲近她 于是在一天 夜葬直接跑到烟铺 问梅子是第一次吗 梅子脸红地打了她一巴掌 接着 夜葬的梅子跟她结婚 她就戒酒 她请求梅子救赎自己 而两人真的结婚了 租了一间房子 夜葬看话事情 漫画赚钱 但一天 库木久回来来拜访夜葬 库木便呢 没有以前的吊铃铛 而是剃了光头 夜葬拉着库木在家里喝酒 梅子在楼下煮豆子 库木说一个月前 夜葬的父亲因为为慧阳 去世了 库木知道夜葬恨父亲 大概是劝她 回家上炉箱吧 有点人心吧 夜葬听得狂笑不止 她质问还说什么人心 有什么人心 人心她早就放弃了 夜葬笑得掖住 她内容满面 痛苦地说 怎样都无所谓 世间 她 父亲 都无所谓 只要梅子在就行了 库木有些担心地下去了 偶下找梅子要睡 却看见了梅子 正在被夜葬的编辑侵犯着 而夜葬也看见了 在完事后 编辑逃走了 而夜葬也逃回了房间 只要库木也离开了 她已经报名从军了 她深刻地知道世界正在崩坏 所以她要去把这世间的人 都给杀光 而夜葬依旧无可救药 梅子问夜葬 为什么在编辑第一次 侵犯她的时候 没有救她 夜葬却看透了一切 她明白了 自己的漫画之所以卖得出去 是因为梅子一直在向编辑妥协 梅子本来是夜葬的女生 男一顿起的疑心 那无比肮脏的感情 并会占据脑海 之后的一天夜里 梅子偷偷起床 吃安眠药 发现了夜葬 冲到她面前拔一名药 抢过来吃了一把又一把 事后还是被救回来了 比木鱼作为监护人 来到了医院 她厌恶夜葬 总是给自己找麻烦 甚至将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 比木鱼一直都有收到 夜葬家送来的生活费 但都被她撕吞了 在比木鱼眼中 夜葬就是一个人渣 但那酒馆老板娘的眼中 她不知道比木鱼 苛口生活费算不算人渣 可夜葬绝对不算 即便不喝酒 她也是那个诚实 稳浓的男孩 最后夜葬从医院逃走了 她决定还是跟真实的自己 在一起生活 于是就在葫芦边和妖怪 一起烤火 故事结束 回忆和现实 来回串扎的描述 当然很容易发现夜葬的一生 几乎都是痛苦的 那个妖怪不过 只是夜葬心中的罪 看完人间诗歌 大多数人都会第一反映出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所提及的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表达了对世间的绝望 和此生的忏悔 标题人间诗歌的意思 是说丧失为人的资格 她从小被父亲拨斗了 选择的权利 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同 却一次又一次被讨厌 但父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讨厌 只是敏感的夜葬 自己所认定的事实 她看到妖怪时 即便知道自己内心 重拾着黑暗 但也能救 想要做一个人 再不济 也想做一个 有着人模样的妖怪 为什么做老板娘会说 夜葬是个诚实的 乖巧的孩子 因为在别人提问 她那次跳来事件时 她并没有隐瞒 而是直接说出了 可隆在当时 她暗门要吐掉了 所以她没有昏迷 她没有杀人 但也不撒谎 人生中基本不缺女人 这是多少男人梦梦以求的情况 但所有夜葬并不快乐 就像我们人生中 想要得到金钱 但在不缺钱的情况下 我们还会有其他新的反心事 而有些人会说夜葬 太不知足了 那么多好女人 却都不珍惜 抛开郑永美一起求此不说 这今次的出现 其实并没有给夜葬 真正的贵数 因为那个时间段 对夜葬来说 更多的是帽子的存在 帽子才是救赎夜葬的关键 但是当帽子说出 你是杀人犯吗 那道即将恢复的伤口 再一次被撕裂 导伴娘多次收留夜葬 正是因为在酒吧里 看透了时间篮子 可夜葬却是不一样的 而所有的梅子 是将夜葬最后的倔强 彻底击碎 她问问都没有想到 卖或畅销的原因 竟是因为梅子 用身体给换来的 她最终认为 自己还是无法做一个 真正的人 说完这些 一切的缘由 都是父亲从小的教育 让夜葬产生敏感的性格 而一切的缘由 也是真有梅的似 而让夜葬愧疚 夜葬人生始终 透露着悲凉和绝望 她试图想要自我救赎 但是幻想纯洁的世界 却一次又一次 被现实击碎 好不容易以为 自己打破了父亲的诅咒 有能力可以赚钱养家 但却能救 是女人用身体 替她换来的 明目于多次照顾自己 也是因为那岁因极量 在这个病态的世界 大概如何自我救赎 于是大家才会有了 夜葬不知足的错觉产生 因为在剧情后面 她只会躲下 却已经不再行动 因为一旦行动起来 无尽的压力 只会让她喘不过气 以上的一切解析 只针对动画而言 因为漫画书本的夜葬 是更加的黑暗 她的经历也更加的糟糕 据说作者 在写完这部书后就轻生了 我真心的希望 世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 生而为人 我很狂喜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